哈囉大家好我是Enter 歡迎您收看EnterBox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Soundboard 3 Docking非常與眾不同 Archeteo Sounder SoundDock Pro 應該是目前唯一一款支援Tanky網路的Soundboard 3 Dock 就我看過這麼多的Soundboard 3 Dock 真的是我目前看過唯一的一款 不過你說 最近是不是OWC也有出一台Soundboard 3 Dock 然後也支援Tanky網路啊 對沒有錯 那是因為OWC去年才剛將Archeteo收入迷下 因此把Archeteo的產品系列都改了一個Logo 其實本質上這個是同一款產品 所以我才說 基本上它就是唯一一款Tanky網路的TB3 Dock 那我會選擇這台Dock的主因 是因為接下來會常開箱到Tanky啊 5G 2.5G的NAS或DAS 因此覺得先準備好一台通用的轉接器 同時作為Dock後續工作上會比較方便 那為什麼Tanky網路這麼重要呢? 因為大部分同類的TB3 Dock 提供的都是1G的網路速度 雖然外觀都是方方正正的RJ4圍的接頭 但是速度硬生生就是差了10倍 那第一次聽到這個1G網路Tanky網路的人 可能不是很了解這個是什麼 那你可以想像成就像USB 它的外觀長得好像都一樣 可是速度是不是就差好幾倍都有嘛 而且Archeteo Sounder 3 Dock Pro 除了Tanky網路也支援5G、2.5G、1G 然後100M的網路速度 它是一個MUTI的網路接口 其採用的晶片是AQUATIA的AQC107B10這顆晶片 接下來我們預計會開箱一兩個產品 都會是跟Tanky有關的 到時候我們會再把這些產品 跟Sounder 3 Dock Pro的搭配 對應在這些產品的評測當中 那可以先告訴大家都會是跟NAS有關 所以大家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不要錯過這些內容哦 另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Sounder 3 Dock Pro自帶了eSATA的傳輸介面 哇 我看這個應該真的也是唯一一個了 至少是我看過的唯一一款Sounder 3 Dock 居然會有eSATA這種傳輸介面 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其實以前的eSATA是有流行過一陣子的 所以這就很好的對應到這些族群 雖然使用eSATA的人應該不多 但我自己是平常都沒有在用 而且也不是說非用Duck去轉接不可嘛 但就像Tanky的網路 或許對很多人來說是根本用不到的 但對我來說就是非常必需 因此掌握了小眾族群的需求 其實很快就可以抓到死中的消費者了 雖然我們自己有蠻多的SATA SSD 而且平常也都用這些在傳輸資料 但因為已經習慣用USB轉接的SATA了 因此透過eSATA連接就沒有絕對的必要性 不過有些人手上可能還有eSATA的外接盒 或是像DAS這些硬碟櫃 對於這樣的族群來說 Sounder 3 Dock Pro配備了eSATA真的是神來一筆啊 目前市面上看到的TB3 Docking大多都是沒有風扇的被動散熱方案 這方面Sounder 3 Dock Pro再次顯得與眾不同 內置有一顆12V的風扇來幫助散熱 實際的散熱效果也很顯著 把手放在出風口旁邊都可以感覺到有風明顯的流過 那舉個實際的例子來說 因為像我自己就會避免把手機啊 還有固態硬碟放在Dark的上面 因為Darking本身就蠻熱的了 真的不太好再把這些產品放在上面 尤其手機正在充電的話 那但是呢 Sounder 3 Dock Pro 它頂面的鋁合金金屬跟機身下方是分離的 讓它的風可以流通 那長時間開著風扇使用 頂部也不會覺得熱 放手機固態硬碟其實都覺得蠻安心的 那當然風扇的噪音還是有的 對於極度敏感而且你在一個很安靜的環境下的人來說 這個噪音絕對是聽得出來的 但相較同樣搭載AQC107這顆晶片的他牌轉接器來講 Archito這款轉接器的風扇噪音 真的是目前聽過最小聲的了 而且這個風扇也是可以關掉的 設計有開關和指示燈可以讓你知道風扇是不是有打開 那我預測這樣的風扇設計 真的主要就是為了壓制AQC107這顆晶片啦 因為TENGY的網路這個晶片發熱量真的是蠻可觀的 因為一般的TB3 docking都是不會有風扇的 所以主要應該真的是為了這一顆 那你可能會覺得 啊我就是不需要TENGY啊我不需要開這個啦 那如果你就是真的使用Thunder3 dock Pro的時候 沒有使用到網路 那其實基本上不開風扇也沒有關係 只是對我來講保險機件我覺得開著風扇 其他零件也順便一起散熱嘛這沒有什麼壞處 所以之後為了這樣的特性我也會盡量把Thunder3 dock Pro 安排讓他去跟PC搭配 因為PC的桌機的風扇 其實聲音通常都不會比這個小啊 所以這樣搭配起來就沒有什麼威嚇感了 那你說我拿了Thunder3 dock Pro 然後我就是要TENGY我就是不要開風扇 可不可以呢? 原廠他也沒有禁止你這樣做嘛 不然他怎麼會做一個開關給你 那其實這樣做真的會風險很大嗎? 其實我個人覺得也還好啦 頂多就是遇到效能瓶頸速度變慢嘛 那追根究底來講 就是因為這顆TENGY的晶片發熱量是比較大的 其實搭載這顆晶片的轉接器大部分都是有風扇的 目前唯一我們開箱過使用同樣這顆晶片 而且它沒有風扇 它是用Fanless設計的 還剛好也就是Archeteo的啊 型號提供給大家是Archeteo的T30G 這顆完全是被動散熱 所以不管你希望有風扇 還是沒風扇的TB3轉TENGY網路 Archeteo都有 再來看到電源設計的部分 我也覺得很有意思 Thunderstand Dark Pro不是一般外接電源裝置的DC源頭 而是與桌機電源供應器相同的6PIN電源 欸?這麼做的好處是 6PIN電源上的卡扣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防吊機構 不用擔心整理線或拉扯DAC的時候 然後電源斷開的問題 其次對於PC的使用者來說 哇!沒想到這裡也可以看到6PIN啊 我有個大膽的想法 欸!沒錯! 實際測試透過電腦的PSU來供電也是沒有問題的 目前已經完成初步的測試了 讓PSU短度開機 然後去推Thunder Santa Pro 這樣是可以成功的 然後這樣去充電 幫筆電充60W的充電也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樣DAC就可以隨著電腦桌機的開關機自己啟動 不用再去開關 然後擔心它燈是亮的之類的問題 那如果你也想這麼做 有幾件事情你要留意 那我們在這邊整理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因為PC 它的TP3通常都是在背板 至少以我們現在有限的經驗 還沒有看過前置的Sunderbolt啊 所以呢第一個距離上 你的DAC跟你的桌機的TP3可能會有一些距離 所以你的TP3的線長的長度要算好 或是需要長一點的TP3的線材 那這個地方 關於線材長度跟速度 我們以後有機會的講到啦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6PIN的電源線 基本上你就是要用定制的線了啦 不要去我們畫面上看到的這樣 這個是為了測試圖炮的 那第三個就是電源供應器 原則上不要太爛啦 基本上大部分的電源供應器 應該都推得動這個瓦數 那要留意的就是不要接到CPU上面 請接在顯卡的線路位置 那第四個就是 總得想個辦法把這條線 從機殼裡面拉到外面來給DAC吧 所以你就要找一個位置 即將看起來其實也沒有很簡單啦 但是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 我覺得滿足感還是滿大的 那原廠隨附的電源供應器 是12V 12.5A 約150W 也是挺大一顆的 那我們在測試的時候放在旁邊 就有聽到一些些微的高頻 覺得這樣不太好 但實際使用的時候 因為電源供應器通常是藏在桌子邊緣 或是桌子下面 因此體積和噪音這兩個部分 其實整體對於使用上的感受 不會那麼明顯 不會那麼大 那外觀的部分 裡面有一整面比較深的髮絲紋 那這個紋路其實也是有深有淺的 有把這個層次做出來還不錯 那加上暗灰色的顏色選擇 整體給人的感覺就滿硬派的 整個鋁殼也是挺厚的 敲下去的聲音就滿厚實 分量感也非常重 那還好是放在桌上的產品 其實我覺得重一點是比較好的 實際上也是滿穩的 重量大概是778.4公克 那底部有四個腳墊 摩擦力也滿夠的 也讓大可放在桌上其實很穩 這點我覺得很棒 那雖然外觀很陽剛 但是做工和細節 真的有把整個產品的質感都體現出來 例如在看似銳利的邊緣 其實有小小的倒角 所以摸起來其實真的不會刮手 就像是一台高階的汗馬車 陽剛的設計和做工的細節同時兼顧 整體來說 可以感受到設計者在外觀細節下了很多的心思 那在Soundboard 3的線材長度部分 原廠提供了一條線 那這條線的長度是大約60公分左右 那在機器本體 第一個TB3的接口提供了60W的供電 那剛好就是跟MacBook Pro 13吋的規格是一樣的 那當然也都支援目前在售的MacBook全系列 都是可以充電的 那具體上可能就是快慢的差異這樣子 那第二個Soundboard 3的接口提供15W的供電 雖然Soundboard 3 Dark Pro的USB沒有支援USB 3.2 Gen 2 但透過第二個TB3的接口也可以支援到10D 實測外接固態硬碟 原本如果是直接連接在iMac的話 写讀速度是870Mb和924Mb 那透過DAC轉接後 写讀速度是722Mb和890Mb 那看來主要就是寫入的部分速度掉了100多Mb 那讀取的話損失就比較小大概只有50Mb左右 在USB的部分 總共有3個USB Type-A 都是支援USB 3.2 Gen 1 5G的速度 在官網的頁面上也有提到 它的上限速度是370Mb 實測 單顆固態硬碟寫入速度約282Mb 讀取速度約347Mb 那如果連接兩個固態硬碟然後同時測速 加總起來的速度會比較接近370Mb 那要留意通常這類DAC的USB都是共用頻寬的 以Thunder 3 Dark Pro來說 這三個USB Type-A與SD卡是共用頻寬的 因此這四者的速度總上限就是370Mb 沒有辦法完全發揮USB 3.2 Gen 1 5G的速度 是這個產品比較大的缺點 那如果你是希望要有全速的USB 5G 會建議你直接插電腦上面 像是我就是直接插在iMac和筆電上面的就可以了 就我們目前開箱使用的感覺 會覺得這台DAC真的是很適合PC組裝電腦的TB3 Dark 所以更大的願景是將Thunder 3 Dark Pro 搭配未來我們組裝 一件搭載了Thunderbolt 3的Windows電腦來使用 可以發揮其電源聯動的最大價值 在USB供電的部分 如果是Mac的使用者建議先安裝這個小小的程式 他才可以完全發揮Thunder 3 Dark Pro的供電效能 那三個USB Type-A Port 總共可以支援到輸出3A 那單Port最高是可以輸出2.1A 那另外一個比較讓我驚喜驚訝的是 我覺得我收到這一台應該是一個限量品啊 因為呢這一台呢是還有Architio Logo的 為什麼這個很讓人覺得驚豔呢? 因為呢這真的算是一個絕版的限量品 因為去年OWC併購了Architio後 所有產品都陸續改成了OWC的Logo 我覺得現在還能收到Architio的版本 真的非常幸運 那當然新款的OWC Thunder 3 Dark Pro 電路設計和效能皆沒有改變 但是在外觀上是有點小改款的 目前有留意到的差異 就是兩個Thunderbolt 3的接頭的部分 新版的外殼有微微的凹槽 可以更好地固定Thunderbolt 3 Cable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影片製作的內容真的不易 邀請你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